明火虫娛樂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們是SKY 無與倫比 局勢無雙 美輪美奮 有那個BJD的那個玩偶 因為我平常就比較喜歡二次元嘛 然後今天在這邊看到他表情 各種神韻真的做得很好 然後有很多就像我們隊友的 就很想收藏起來 然後我的話 我看到那個有一個飛行器 就像一條貴的 現在詢問價格 那個飛行器它特別的帥 有點像那種就是動漫裡面出現那種 就第一次在現實中看到 然後進去體驗了一下 真的感覺未來黑科技的感覺非常的足 科技的 對 很帥 我其實還是比較喜歡就是那條龍 還有就是那個扇子圈 因為我覺得那個是古風和現代的科技風 結合得很好的一樣東西 很有中國風擺在家裡就非常的威武霸氣 雖然搬不回去 但是我想 家人擺這麼大 你什麼家庭條件 你什麼家庭條件 真的請客擺請了 請客擺請了 如果要你們作為電腦 請客來參加資料 也不會想要開一個什麼電腦 然後賣一些什麼東西 想開一個VR體驗店 對 因為我家人就有VR 然後經常一個人在那邊玩 有打拳擊的 有各種健身的 所以我就對這種很感興趣 我的話我會想開一個美食店 就吃飯的那種 就是大家可能逛累了呀 就可以來好好吃飯了 那個店裡就是多種美食 反正各地的美食 讓所有人都能體會到美食的美麗 然後我可能會 開一個popping店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開一個像剛才我們賽車場那種 對 就剛才那個就是可以雞打 戰甲 對 戰甲之類的那種體驗店 鬥技格 鬥技格 為什麼 就是鬥是 戰鬥的鬥 對 戰鬥的鬥 技巧的技 就鬥技格就是要輾出技巧 我開就是像那樣的 戰甲的體驗店的話 就打鬥技巧 鬥技格 我要叫酷樣大院 那我就叫梁士誠 梁士誠 其實不難看出來 我們今天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所以說我們是屬於那種 智慧過人的 就SKY團裡面 然後把我們三個派出來 為什麼呢 智慧 對吧 對 各個層面頂尖的之後 我們來到造物節呢 就是發揮自己的特長 然後呢服裝方面 就跟造物節 就探險這種方面靠一靠 像我的話就是那種 比如說像冒險家呀 或是那種賣報紙的 小男孩 小孩啊一樣啊 像我的話就是上 搞錯了 再來 就是很有實問那種 一看就知道你哪病了 不是 你哪裡不對勁 就一看就知道 哎 你有病 我說你有病 你就是有病 Thank you 李大夫 不客氣 真是妙手回春了 然後我的話其實是 看上去更像一個就是那種 西部牛仔的感覺 勇於 勇於去探險 勇於去就是敢拼敢闖的那種 那種 哇 那狗真的不是人 那個真的 我好尷尬呀後來 我耳朵都紅了 其實我的心願 還是希望我的家鄉和南他 所有人都會平平安安的度過這次 我有參加過兩次的選秀 姐姐說我們哪個地步去選 我有參加過偶像練習生 哎 這樣吧 我想看你跟我那個 你聽一下就那個 啊 nice 然後你講上那一句 來 細細看 剛才那個不算好不好 不算吧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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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